Hello 親愛的朋友 開心又與大家見面了 分享曲奇卡 今天 抽到的五張卡 第一張卡 立定之項 清楚立定之項 設定好保護親生 不耽誤自己的方法 無論現在年歲多寡 至少在未來所面對的 所剩的人生歲月中 你會越來越清楚的知道 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裡的路是越走越踏實 且在每一天生活開始那一剎那間是喜悅的 立定之項就是要確認這一生 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提升靈命 在提升靈命當中 許多的事情必須完成 分分秒秒都要珍惜 因為 時間 是非試而過 未完成的功課要趕快儘量 儘速的去圓滿 因為 生活當中有許多的課題 必須等待我們去好好的 給他圓滿 所以在這 一路當中必須要很篤定的 自向的立定 因為唯有如此去做 越來 生命越來越會踏實 第二張卡抽到的是 不鞠躬 天地間有一個潛規則 越是不鞠躬 功德越是長鄉左右 反之越是鞠躬 則離功德越遠 一切的成就都要謝天 謝眾生 謝所有的姻緣 謝自己與否並不重要 自己的靈命能否提升才是重點 太陽聖德導師 在紅塵當中 人世間 人常常 會陷入一個 自我 但不知 背後 只要 天地 要撥轉 瞬間就撥轉了 天地不給 再怎麼 憑自己的 努力 與否 都是達不到的 所以 所有的姻緣 皆是來成就我們的 紅塵也是來歷練我們的 不管是順境逆境 都必須要去 感恩 同時要去謝 眾生 所有的姻緣 這樣子才能夠 去 體會進入一個 妙 不可原的一個感受 所以呢 唯有 感恩 再感恩 這才是一個 關鍵 抽到這張卡 也是告訴自己 必須要注意到 因為 所有的 自己的 能耐 在宇宙之間 是非常渺小的 天 如果 不從人願的時候 什麼都不用談 所以一定要 合乎天心的去 做人 第三張卡 抽到的是 關鍵在於自己 能量場強大於否 能否提升的決定者 與負責人 絕對是自己 不可以 怨天尤人 要像啟動的機器 馬達般 不停歇的往前 運轉再運轉 效法天的 剛見不已 而自強不息 一切都在於自己 到底是自己 要與不要 決定前都在在自己 所以 先把自己給 能量提升 同時 一定要 照著 超級生命密碼的 裡面所講的 依循 去做 因為 合乎天心 這是最基本的 做人要把它做好 為人處事 一定要 基本功給修好 所以關鍵就是在自己 要與不要 第四張卡 真心認同 得香卡的部分 重新認同 就是重新設定 只要能夠真心認同 確實做到位 之後就會一步一步 產生戲劇化的變化 屆時身體和靈魂 會隨之起舞 代表身心靈 拿捏得宜 命運也會隨之順遂 風聖太陽聖的導師 要問自己 一切就是 心的 創造 一切 自己當下的結果 完全是自己的心 創造出來的 所以 心 要去 你 察覺 非常重要 新的設定 完全 在分分秒秒之間 這是一個 要 非常小心的 問自己是否真心認同 所以今天抽到這張卡 還是必須在 醒思 是否真的打開 心門 真心認同 相信 一分 只有一分的利益 相信十分 絕對有十分的利益 當 相信十分的時候 按部就 按部就班的去做 身心靈聚合 那一剎那之間 瞬間就 轉變了 所以 很感恩今天 的卡的提示 最後一張卡 抽到的是 擴大格局 你要想清楚自己 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在有限的歲月 好好把握 為人類服務的機會 唯有如此 寧命才會 有機會增長 將自己的格局擴大 經歷過就會產生自信 怕就怕 太縱容自己的心 太陽聖的導師 太縱容自己的心 也就是 當人的習性 一展現的時候 愛享受 帶墮落 懶惰 等等的 所以不能 去 讓自己 掉清心 因為 隨著自己的心 怎麼去 設定 這是一個關鍵 如果縱容自己的心 設定是想 想要享福 享樂 那 德之良來講的話 是在消耗 雖然說 樂在其中 這個樂是一個 智慧的樂 是一個格局擴大 為了 提升別人靈命當中 天地給予的歡喜 這是一個 不同的概念 所以 擴大格局是 必須 再把自己的 內在格局 再加大 今天非常感恩 這幾張卡的提示 也就是告訴自己 一定要 再次的設定 清楚 察覺自己 苗苗 檢醒自己 同時 所知道的 所學的 等等的 只是我們只是一個 散播體 天力之間的一個 小健病 所以不要 把自己看得多厲害 同時也要真心的相信 認同 因為 人常常會陷於一個 自己一個障礙 認為自己 很認同 但是呢 跑出一個 我職 我職的時候 那不見得就是認同 今天非常感恩 這幾張牌卡的提示 同樣的 要把自己顾好 学习自己进入超级生命密码之后 能够让自己的能量守住 保护自己 因为身上有德 有德就会产生有光 这是一个非常好重要的概念 与大家分享 感恩今天大家的聆听 明天见